大家好,我是第一美食的阿飞 今天分享一个家常烤鱼的做法 没有烤炉不用油炸,在家也能吃到烤鱼 做法明了,一看就会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新鲜的鲤鱼 用刀背把鱼拍晕 剪掉鱼鳍,刮去鱼鳞 沿着鱼的鸡背片开 去除内脏和牙齿 鸡背出的肉比较厚,这样处理更容易煎熟 然后把鱼生生的血水洗干净 在上面划上几刀,方便煎熟入味 大葱破开,切着葱花 生姜切着鱼鳞片和鱼放在一起 加入食量的食盐 把鱼里里外外全部涂抹一遍 再倒入一些料酒去腥 抹匀以后腌制20分钟 接着我们准备配菜 体肩泡软的串粉放入盆中 腹腹皮一张,切成宽条 金针菇一把,把根切掉 放入清水中洗干净 小白菜一颗,把白菜叶一片片的掰下来 用清水洗干净,切成小块备用 生姜切成细丝 大葱写刀切成片 大蒜拍扁放在同一个盆中 抓住一把干辣椒,一小把花椒备用 喜欢吃香一点的朋友 可以再切一点灯笼椒 这个时候鱼也腌好了 我们把上面的葱姜去掉 挤干净料汁准备煎制 锅里烧油充分划锅以后 倒出热油,多加一些凉油 撒入一勺死盐 热锅料油和撒死盐 都能防止煎鱼时粘锅 把鱼皮的那一面炒下 放入锅中,开小火慢慢煎 不停地咬黄锅,让鱼均匀收热 鱼没有定型的时候 千万不要翻动 容易破水形成脉象 鱼皮煎成金黄色 翻过来煎另一面 锅中油比较少的话 再领中一些一面煎糊 一直把鱼煎至熟透为止 像这样鱼肉呈血白色 能用筷子轻松炸透就可以了 在上面均匀地撒上自然粉和辣椒面 倒出来备用 锅内在烧油 有烧热以后转小火 倒入葱姜、干辣椒等小料一起翻炒 炒出香辣味以后 加入一勺豆瓣酱 一勺火锅底料 把姜料炒散,炒出油 盐锅边加入死粮的清水 加入一勺死盐 一勺鸡粉 少许的白糖起鲜 一勺胡椒粉 汤汁烧开以后 先把白菜和豆腐皮放入锅中煮一会儿 再倒入金针菇和川粉 继续煮一分钟 食材煮至八成熟时起锅 把酒精点染 把配菜倒在烤盘中垫底 再放上煎好的鱼 等待机油 把锅烧热 倒入死粮的辣椒红油 油温烧至七种热时起锅 放入灯笼椒 稍微积一下 再倒入鱼身上 最后赏上白芝麻 美味继承 第十要点 一 鱼背部的肉比较厚 眼鸡背片开 鱼更容易煎熟 煎透 二 配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随意添加 不受限制 三 配菜不要直接煮熟透 八成熟即可 以免酒精加热以后煮烂 影响口感 好了 知道鲜辣过瘾了 家常烤鱼就做好了 感谢您观看第一美食 简单粗暴的美食视频 阿飞 和您下期见